2016年6月15日 由加拿大道明银行主办的 毕加索 艺术家的灵感之权私人画展 在温哥华美术馆举行 道明银行高级副总裁 Jim Kershaw 副总裁尚燕静 温哥华美术馆 亚洲馆负责人Diana 万达集团艺术品部负责人 郭庆祥等 温哥华各界要人 出席本次画展 приним了解长期EL 我首先提前说 我们有相关联系 跟温哥华美术馆 的《WEA TD》 相关了三年半五年 我们有与与与与与严重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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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 我们是一样的伴侵合成 川纳化师的发展 今次将谈论了解长篇 我今天特别想介绍的是 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她非常慷慨 他就是郭庆祥先生 在这次的画展当中 他慷慨地借出了脸浮画 都是毕加索的很著名的画作 一的一部分的美加索的东西 我们会看到的是 我们从专业的费用了大量的费用 从专业的费用者 这是一个很大的获得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大的组织 画展中 格尔尼卡 两个小孩 戴帽子的女人等 毕加索著名画作 纷纷亮相 其中 两个小孩与戴帽子的女人 是万达集团收藏之后 首次公开亮相 万达拿出这两幅作品 一个就是毕加索的两个小孩 另一幅就是戴帽子的女人 希望能够给温哥华的市民 带来精神上和艺术上的一些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